资料库比较有关系 也就是资料库里面也比对 像V6函数其实 有点像是去某一个对照表 就关键是资料 有点像关键是资料库里面 帮你把那个对照表里面的 其他资料带回来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工作里面用的 其实还蛮多的 那 可是 有些时候呢 当然在 用那个 V6函数 其实还是有它的限制 而且 有些可能也没有办法 来用V6函数 如果没有办法用V6函数的话 那我们只能够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用VBA来完成 像请各位看一下这一题 查询什么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 查询的项目 他能够自动帮我带出其他的栏位资料 那当然你可以用V6函数啦 比如最常用V6函数 这个V6函数的话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检视与参照 找到那个V6函数 第几栏呢 特别重要 查什么东西 查编号 在哪边查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带出什么呢 带出这个 哪一栏 那基本上这一栏 查一定是查编号 所以V6函数只能查第1栏 那带回来的话 带第2栏 OK然后呢 比对方式 你就用0好了 如果用1的话找接近的 如果0的话 他就一定要精确的比对 所以这边我们输入0 按确定 那就会输 找到005的这个什么呢 流洪均 那如果第3栏第4栏第5栏的话 那其实当然你这边 可以怎么样 把公式复制贴贴贴贴 不过如果你希望 向下一次完 向下填满 一次可以解决的话 这边当然你可以 配合一个叫ROR函数 这个好像前一个阶段 有提到 就是用 插入环数 减式与参照里面有个ROR 因为我们刚刚 抓的是第2栏 后面一定是第3第4第5 所以我这边应该是要是2345 那你可以先 插入一个叫ROR函数 它会抓到你现在的列 现在列是第4列 可是我这个地方是要2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ROR减掉多少 减掉2 按打勾之后 它会变成是我要的数字 那2345就出现 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ROR减2 直接呢 放在刚刚的这个 V2函数里面这个这个栏 第2栏 其实就是 这个地方 本来是抓第2栏 但是我等一下向下填满要抓第3栏 第4栏 第5栏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 用ROR减2 来代替 它有个好处啦 向下填满 做一次就完成了 不过你可能要锁住那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Table Array 按F4 不过其实比较正确 应该是 锁列就好了 因为只会向下填满 那上面那个 Lugar Value 也要锁住 所以F4 按两下 其实 等一下也是向下填满 所以只要锁列就可以 按确定 好 这边的话 向下填满 放开 基本上 我们要查询的资料把它自装好了 就查出来了 如果你输入004 Enter一下看一下 应该是张宏才 张宏才出来了 没错 资料就全部带过来 那如果是003 那应该没问题 但是你理论上 最好是上面做个下拉清单 做下拉清单的方式 你可以把编号 这个范围呢 选起来 先建立一个名称 包含编号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意思就是说呢 我的 资料来源 在 名称来源 在 编号 把它带过 这个地方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编号 定义一个名称 名称就编号 范围就下面资料 按个确定 那你可以再利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 资料验证 改成 清单 来源的话呢 就是F3 特别说 名称 在上一阶段也有讲到 名称按F3 先定义好 你就把编号给他 按个确定 将来你这个下拉清单 就出现了 那你有好处就是什么 以后 选了 有没有 你的编号 下面呢 就帮你带出其他资料 也许是纵向的 也许是横向的 有没有 比如说你要输入资料之后 让使用者 这边填完之后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 那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底下的话 点一下 它自动选 OK 如果你输入009 Enter会怎么样 这一定是NASAVALABLE 有没有 NA嘛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设的公式 最后一个 是0的话 是一定要 完全比对 要一模一样 除非你输入1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希望怎么样 把刚刚的V2函数查询 Ctrl 键按住 把那个 这个工作表 Ctrl 键按住 拖拉 这边请你改成VBA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边 delete 掉 delete 掉 我希望呢 用VBA来写 一样的事情 那 要怎么写 逻辑上基本上是1 1 先抓到它的编号 2 去 这个范围 有没有 Sales 的A栏里面去找找看 如果找到的话呢 把它的 B栏 C栏 D栏 伊栏 抓到 Range 的 H4 H5 H6 H7 放过来 有点像搬资料 那其实 他们 刚开始学VBA的 其实最容易搞不清楚 就是 资料怎么搬 从这边搬到那边 那边搬到这边 如果你会搬来搬去的话 以后啦 你更会得心应手 因为反正资料不就是 搬来搬去 分 分合合 合合分分 其实资料不就 像我比较进阶的 甚至会讲到 工作表 的分分合合 因为大量很大量的资料 那以前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可能你要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会怎么办 按一下一键 全部自动就合并了 按下一键 全部又分开来了 比如说你会有个总表 总表是各部门的 全部都总表了 按一下 各个部门 按照部门 自动分出去 就分出去了 甚至也可以分出去之后呢 自动寄给 应该寄的 那一个 收件人 你可以呼叫 Outlook 也可以直接寄出去 其实这个大家很多的应用 太多了 只是说 我们现在教的是 后面的 基础 如果你基础没有打好 后面可能 你大家学会学得很辛苦 不过如果你这边 先打好基础 后面你再看一些 比较复杂的东西 原来 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而已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简式与参照 里面的非多函数 先试做看看 待会呢 我们再把 刚刚的这个逻辑